送PO网直呼賣場 已經被掃空了 衛生紙這亂第二季 難道要上演了嗎 記者來到了中和美食賣場直擊 發現民眾真的是 幾乎人人瘋搶 不只手推車 一車車推走 甚至還有人把衛生紙 堆到比人還要高的小山 整座推去結帳 有不少人看了都傻眼了 崩潰驚呼 到底是有多少屁股要用 一包包衛生紙堆成 一整座山全塞進推車內 往旁邊看經見另一座衛生紙山 結帳隊伍一山還有一山高 甚至有人堆到 連前方的路都看不見 賣場瘋搶衛生紙 讓民眾崩潰直呼 根本上演第二季衛生紙直亂 今天怎麼會一次買這麼多袋 最後要漲價 這幾天都很多人在買 我昨天來就沒有東西了 賣場一度被掃空 全員衛生紙掌聲響起 民眾先囤再說 我們直擊中和之間大賣場 人人搬戶的手沒停過 推車能塞多少就塞多少 一車車衛生紙推進停車場 成了人人必搶商品 大家都搬很多 家裡也囤五六包了 多少都會買一些 我們四個人都要買一台車 一個人六包六包 差不多五十幾包了 載不下去再載藏 現在要來載我們 奔起來都不怕了 汽車先載衛生紙才載人 有人裝滿整輛車 也有人專程汽車來扛 後座今天不做人 給衛生紙坐搖搖晃晃 就是要用力搬 大批槍勾槽刷刷 沒兩下貨架空蕩蕩 賣場人員捕獲不到 頭昏腦脹 瘋槍讓不少人傻爆了眼 台灣人就很喜歡搶來搶去 又不是整天搭肚子 恐怖聲況被拋出 讓網友驚呼 到底有多怕買不到 槍成這樣是有多少屁股要用 台灣搶完蛋換搶衛生紙 下一波還要搶什麼 看來雞蛋搶購還沒停 這下衛生紙也染上 淡淡愛傷 記者城市戀黃玉蘭新北市報導